执行死刑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跟一辆救护车?有什么作用?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帮忙点击右下角的关注,谢谢您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发现过没有,在死刑犯上刑场时,现场往往都跟着一辆救护车 这个救护车是用来干什么的呢?难道是用来抢救死刑犯的? 别不信,这辆救护车还真就有这个任务,救助死刑犯 我国目前的死刑犯大多是被注射执行死刑的 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就是枪笔,方便,快捷,且价格便宜 一颗大黑星540手枪弹不过一块钱,就能结束罪犯邪恶的一生 我国从1997年开始,首次使用注射死刑 2006年以后,基本在全国普及,不论是注射死刑还是枪笔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死刑执行之前,罪犯的心理是非常难受的 有的罪犯一言不发,面如死灰,而有的罪犯上刑场前,直接下的大小便失禁 因为心理压力太大,一些死刑犯在临行前可能会出现自残行为 比如咬舌头,撞车门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常见,那就是罪犯到了执行地点,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有基础病的罪犯,比如有高血压,心脏病的,可能会当场备下休克 随时都有死亡的风险 这时候执行人员并不会见死不救,后面跟着的救护车就派上利用场 医生会对死刑犯进行紧急抢救,救回来以后怎么办呢,接着抢毙 罪犯是不能自己死的,这些人必须要经过国家和法律的审判 吃一发正义的子弹,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临终关怀吧 救护车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确定犯人是否死亡 人不是说死就死的,需要由法医来宣布 如果发生枪决之后犯人没有死透,又活过来的情况 或者有些人天赋异禀,脏器和普通人长得正好相反 子弹打右边,心脏没有用 打头的话,要看弹道是怎么穿的,二战时头部重弹还活着的人也不是没有 在中国没有流行火化的年代,罪犯被枪毙以后 如果没有法医裁定死亡,夹死的话,还是有概率逃脱制裁的 现在不一样了,即便没有立刻死亡,也会被殡仪馆的宾馆冻死 要不然就是被火化炉烧死,那去火葬场这段路,尸体由谁来运呢 大家要知道,枪毙是不可能有非官方人员在场的 家属告别之后,剩下的就交给警察了,不可能让家属人员找个火葬场的车子跟在后面拉遗体 这时救护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它其实就是一辆运尸车 总不能用警车来拉尸体吧,专业的活得让专业的车来做 有的罪犯在死前会同意遗体捐献 被执行死刑后,医生要赶快保存好尸体里的器官 以后还要用来安装在别人身上 注射死刑具有这个好处,对人体器官的损害很小 包括眼角膜这一类都不会损害,可以拿来用 有的尸体会不用来做医学研究和教学 这些都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操作,后面必须跟着救护车 死刑犯在最后一天都经历了什么,是不是吃得比平时好一些 通常来讲,死刑犯是不会得知自己被执行的具体时间的 不过可以通过预警的操作,明白自己快要上路了 一般而言,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晚 监狱会邀请家属到上陪同,让他们度过最后一个夜晚 在这段时间里,死刑犯会与家属进行常谈,交代一些后事 预方也会尽量满足死刑犯的合理要求 比如吃顿好的,喝一瓶好酒,或者抽一包好烟 太奢侈的不可能,大多数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能够接触到的 死刑犯得知死刑判决后会在一周前收到通知 他们早已经经历了绝望和恐慌 在最后一个晚上会变得相对冷静和从容 注射死刑是如何进行的 几十年前执行死刑,大多是拉到荒郊野岭枪笔 现在注射死刑通常是在室内完成 所以网上看到的跟在行刑车队后面的救护车 大多是上个世纪的老照片 在注射死刑的时候 罪犯会先躺在一张特制的床上 医生会给他打三针 第一针通常是巴比土酸盐 黄色的液体,静脉注射以后 死刑犯会想睡觉 这个睡觉和平时我们的睡觉不一样 准确来说应该是昏睡过去 即便拿刀砍手指,被注射者也不会从梦中醒过来 因为这种药物具有麻醉作用 第二针是肌肉松弛剂 比如巴夫龙 这种药物呈现乳白色 打完之后罪犯全身肌肉会变得松弛 可能还会出现尿失禁的情况 第三针是氯化物 这种药物有剧毒,主要针对心脏 打完之后能迅速让心脏停止跳动 三针下去以后 野望想不收也没有办法 死刑从古至今都是最严厉最恐怖的刑法 大家还是要做遵纪手法的好公民 关注球仔 下期给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